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奥雷 今天继续带来台湾秘密档案系列 本期故事叫《跛脚杀人狂》 蔡幻坤因小儿麻痹症导致左腿残疾而自卑万分 平时很少与生人来往,尤其是异性 直到被家里人逼得没办法,他才勉强同意去参加相亲 可长期的自卑早已使蔡幻坤变得畏缩内向 更何况还有身体上的残疾 女方哪能接受,不给半点面子 女方连招呼都懒得打,直接起身离去 此事导致蔡幻坤对异性的恐惧感再次加深 某晚蔡幻坤在卖冰狼时遇到了一位无家可归的女子 见女子十分的落魄并且还饿着肚子 蔡幻坤顿起怜悯之心 第一时间便将女子请进店内 并把自己买的炒面分给了女子 经过询问得知女子名叫阿玲 因不满丈夫长期家暴而偷偷地逃了出来 蔡幻坤拿了一点钱给阿玲 希望阿玲能搭车回家 可回家就挨打阿玲哪里赶回 蔡幻坤无奈只能将阿玲带回自己家 虽然阿玲在台北市有个亲戚 但因为没有联系方式所以无法去找 无处可去的阿玲只能暂时留在蔡幻坤家 平时帮蔡幻坤招揽下生意 算是感谢蔡幻坤的收留之恩 凭借着不错的外形和比较大胆的穿着 阿玲迅速吸引了一大批男性顾客 冰狼店的生意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好 顾客羡慕蔡幻坤有如此美貌的帮手 蔡幻坤听后心里不禁得意起来 一段时间过后 蔡幻坤竟产生了占有阿玲的想法 但还好他最终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后来阿玲和卖便当的小华走到了一起 蔡幻坤心里虽然很抗拒阿玲和其他男性走得太近 但又实在没有理由去阻止阿玲 毕竟阿玲总有一天会离开槟廊店 所以他唯一能做的只有祈求上舱 希望那天能晚点来临 某晚阿玲因为玩得太晚没回家惹怒了蔡幻坤 蔡幻坤一气之下竟忍不住对着阿玲的床铺尿尿 一边尿还一边咒骂 仿佛阿玲背叛了他一样 骂完还不解气 蔡幻坤又一把拿过阿玲的衣服 对着这些衣服狂摸狂袖 把平时不敢干的事干了个遍 闻着这些衣服 蔡幻坤带着对阿玲的性幻想进入了梦乡 这一夜蔡幻坤睡得十分满足 次日阿玲发现了蔡幻坤在他床上尿尿的事 虽然他嘴上说是猫尿的 但心里却清楚得很 小华听说此事后 怀疑蔡幻坤有心理变态倾向 于是建议阿玲搬离蔡幻坤家 葛阿玲却并不在意 因为蔡幻坤有腿疾 他如果想跑 蔡幻坤根本追不上 在一旁偷听的蔡幻坤听到这番话 气得怒火攻心 他自认为自己对阿玲全心全意 葛阿玲却在私底下拿他的身体残疾开玩笑 这如何能忍 从此蔡幻坤对阿玲有爱转恨 再也没有任何好感 某晚蔡幻坤借着酒精向阿玲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失去理智的他 甚至还一把扑在了阿玲的身上 阿玲下意识的反抗 却激起了他的授欲 虽说蔡幻坤有腿疾 但是在力量方面还是占优的 就这样阿玲遭到了蔡幻坤的无情玷污 事后蔡幻坤向阿玲保证 说自己会负起男人的责任 结果没想到阿玲竟早已断气 惊恐之下蔡幻坤再次喝起酒来 希望借着酒精加下恐惧感 原来蔡幻坤施暴时满脑子响的都是报复阿玲 盛怒之下的他忘记考虑阿玲本人的感受 导致阿玲被他活活掐死 在客厅里坐了好几个钟头 蔡幻坤的情绪才勉强稳定了些 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 蔡幻坤决定掩埋阿玲的尸体 埋尸过程非常顺利 附近没有任何目击者 面对顾客和小华的询问 蔡幻坤表示阿玲家中有事 请假回去帮忙了 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来 冰狼店没了阿玲生意自然一落千丈 小华认为蔡幻坤要开店赚钱 根本不会动阿玲这棵摇钱树 所以便没有怀疑蔡幻坤所讲的这些话 经贵凡深思熟虑 蔡幻坤决定扔掉阿玲的衣物 但在最后一刻他又突然反悔 觉得就此扔了很可惜 想起昨晚与阿玲的亲密接触 蔡幻坤忍不住再次拿起阿玲的衣服狂摸狂秀 幻想自己在和阿玲云语 上次发泄兽语使得蔡幻坤受信觉醒 从此只要有异性在他身边出现 他就会按捺不住产生战友的想法 离家出走的女生最容易搞到手 抱着这样的想法 蔡幻坤主动接近了俏家少女玉婷 玉婷此时无依无靠 见蔡幻坤主动关心 自然感动万分 于是便放下戒心跟着蔡幻坤回家 得知玉婷是私自跑出来后 蔡幻坤再次动起歪脑筋 打算找个机会对玉婷动手 通过哄骗蔡幻坤成功说服玉婷去洗澡 接着他在想办法从浴室门上方偷窥玉婷 由于浴火分身 蔡幻坤很快就控制不住自己 打算趁着夜色将玉婷占有 可没想到却意外将玉婷进行 惊慌之下蔡幻坤一把拿过枕头 将她死死按在玉婷的脸上 导致玉婷窒息而死 此事过后蔡幻坤顾及重施 再次通过掩埋尸体 躲过了法律的制裁 有了前两次成功经验 蔡幻坤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 从一开始的寻找变成了主动狩猎 色急之时甚至会直接下药 将女性迷迷带到郊外强暴 完事后再将他们残忍杀害 如果不小心遇到邻居 蔡幻坤便会以进货作为拖箱子的借口 掩盖自己的抛尸行为 一般人不会怀疑残疾人 所以蔡幻坤的罪行一直没有被揭露 每次触碰被害人的衣物和毛发 蔡幻坤都会产生出一种莫名的兴奋感 这些东西可以使他回忆起自己强暴被害人的经过 只有在这一过程中 他才会忘记自己的腿脊 以及女性对他的轻视 后来蔡幻坤甚至通过服用安非他命来助兴 加深所获快感的程度 精神也因此陷入混乱 这天蔡幻坤像往常一样 拿出被害人的衣物开始一淫 可是很无奈挑了半天也挑不到喜欢的 现有的早已玩腻 于是蔡幻坤便决定再次外出狩猎 这次的目标是隔壁的槟榔西施威姐 威姐身上散发的成熟魅力 与那些少女不一样 使得蔡幻坤十分想要感受一番 与此同时 威姐因为丈夫在外赌博 欠下了一大笔债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为了弄钱 威姐想到了蔡幻坤 蔡幻坤一直垂涎于他的美色 而他又是个仙人跳老手 不出意外的话 可以从蔡幻坤这里很敲一笔 正好蔡幻坤也在烦恼如何接近威姐 两人抱着同样的目的 自然很快搭上线 见威姐如此主动的嗜好羡媚 蔡幻坤心里乐开了花 两人各怀鬼胎 都在算计对方 威姐以为蔡幻坤只是单纯的好色 想从他这里占便宜而已 而蔡幻坤则以为威姐对他有意思 所以才没有任何防范 摸清蔡幻坤家的各个房间后 威姐立刻打电话给丈夫 要求丈夫在指定的时间桌间 可却没想到蔡幻坤递来的饮料里 摻了迷药 威姐是江湖老手 异常便发现了不对 于是便借上则所之名 偷偷向丈夫求救 丈夫赶来至少要花20分钟 威姐若是吐掉饮料 便会引起蔡幻坤的警觉 无奈只能靠意志力硬撑 按照计划 丈夫带着人在关键时刻 赶到蔡幻坤家取证 并趁此机会将蔡幻坤一顿暴打 以武力迫使蔡幻坤屈服 从而乖乖地交出和解费 可没想到随行小混混 竟在无意中发现了玉婷的证件 威姐的丈夫是玉婷的哥哥 玉婷失踪了大半年 丈夫当然怀疑过玉婷遭到了不测 为了问出玉婷的下落 丈夫只能加大下手的力度 最终蔡幻坤因为忍受不住疼痛 坦白了自己杀害玉婷的经过 并主动告知了埋伤的地点 看见玉婷一误的丈夫 差点忍不住干掉蔡幻坤 蔡幻坤为了让丈夫消气 只能跪下向玉婷道歉 并对自己的兽刑进行忏悔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奥雷 咱们下期再见